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礦鎮魚 今天是2024年5月4日 星期六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資訊 先講講天氣狀況 礦仔望出窗外面黑貓貓 不知道各位網友各區的情況又是怎樣的 據報拍攝短片的時間天文台就說 未來幾個小時內應該會掛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說不定大家聽到短片的時間都已經掛黑魚 突然之間全天都狂風雷暴 據報重災區在將軍澳 康城那邊有整個戶外的停車場據報都浸了 看來很多車主相當肉痛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礦淨月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日出康城外面的露天車場水浸 超過100部車租鑰 網友就說浸到快可以游泳 報到幾條留言提到天文台在今天 說的是5月4日上午7時8時 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到8時55分改發紅色暴雨警告 其中西貢和將軍澳尤其大雨 截至上午8時8時8時 將軍澳已下超過140毫米的雨量 多處水浸 有網友上載將軍澳一帶水浸的情況 日出康城領都旁邊的露天停車場水浸 超過100部私家車浸在黃泥水中 水都淹至車輪一半的位置 另外水桶也塞滿黃泥 有網友看到水浸的照片 大表震驚 有人氣稱是否這麼快有500年 亦說針都快可以游泳 零邊廂將軍澳真是重災區 當中有報導說將軍澳出現了大型水淳 甚至是水染將軍澳 報導內文看到清晨6時多 寶順路近上德川 往將軍澳隧道方向出現大型水淳 私家車和的士洗經的時間先後雙撞 幸好沒有人受傷 報道內文看到清晨6時多 寶順路近上德川近將軍澳隧道方向出現大型水淳 私家車和的士洗經的時間先後雙撞 說沒有人受傷 初步相信有車輪懷疑收治不及兆和 另外警方接獲多宗將軍澳的水浸報告 當中清晨6時多 清水灣銀甲路15號的海濱別墅附近有水浸 家中有兩名小朋友 擔心救成危險 人員在現場跟進 事件中幸好沒有人被困和受傷 幾乎同一時間 客貨車在閘福路2號對開 受到水浸影響而死火 司機也要報警求助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據報今天重災區將軍澳 說140毫米以上的雨量 基本上集中在西港和將軍澳 令到多處水浸 亦有人撞車 另邊商最慘惡過於那班車主朋友 因為擔心車在戶外的停車場 沒有想到會水浸 結果據報那裏是浸到可以游泳禁 有關天氣的情況我們會持續更新 各位網友今天緊貼礦仔的頻道 另邊商亦談談各大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黃大仙6Wang疑似引擎過熱霧煙 司機急急疏散乘客 消防到場罰救 報導機內就看到 今天5月4日上午9時 一隔來往鑽石山港鐵站 至沙田拗村的綠色專線小巴 使自黃大仙奉德道60號突然霧煙 司機立即叫乘客離開 並報警求助 消防出動一喉一煙舞隊到場灌救 事件當中幸好沒有人受傷 經初步調查 消防指當時司機發現 小巴的標板出現異常 繼而冒煙 於是疏散乘客並離開車廂 消防到場並未發現火種 不過小巴冒出濃煙 因此向車頭射水冷卻 其後消防懷疑 因為小巴車頭引擎過熱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最重要是人沒事 近期車輛引擎過熱的情況越來越多 今次到小巴 當時司機叫乘客立即離開 另外也提及這件事故 根據HK01的報導 新車落地一個月 這一部國產電動車 在大報道失事 掃爛了10米難攻 車輪也飛脫 不過司機失蹤 報導的內容看到 長沙環發生車禍 今天5月4日凌晨1點多 有一部落地近一個月的 ORA國產電動車 懸大報導上車 途經黑德傑道的時間 因為有彎的時間 懷疑失控自己炒車 掃爛左邊約摩10米長的鐵欄 左邊頭的輪及其他零件 繼而飛脫 車頭損毀 其他駕駛人士見狀報警 警員到場發現人去車控 正在追查涉案司機下落 現場可見 涉事的車輪其餘的車輪 都撞至變形 車上的安全器袋彈出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掃爛電動車 據報發生了一個事故 不過司機不見了 安全器袋也彈出 估計撞的時間也挺應 未知司機是否太害怕 另外也講講大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有個港男 在香港的餐廳 叫茄汁炸雞腿飯 食客擔心炸雞腿會變臨 要求另上汁 說的是侍應竟然寫酒汁 後續更加離譜 報導的內文提到 香港飲食業的食物質素 和服務態度都備受關注 日前就有食客幫襯 全新天地某間連鎖餐廳 叫做一個成為68元的 茄汁炸雞腿飯 由於不想炸腿變臨 所以要求炸腿令上 不過侍應竟然在帳單標明 是酒汁 事主要求補回跟餐的茄汁 竟然被奉上用作 點薯條的番茄醬 大感不滿 所以直戚餐廳堅毫 是垃圾 鐵文引來兩派討論 有網友覺得事主是西客 就說 幾十元吃個快餐 那你真是多麻煩 不過有更多人認為事主要求合理 就說 70元的大佬 有要求 不過份 也說 舉手之勞 都說麻煩 難怪 香港餐飲業的服務會那麼差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比著你你又會不會生氣呢 話說茄汁炸雞腿飯 結果想著雞腿令上 希望不要有些醬汁浸到炸雞腿軟 誰知侍應寫酒汁 結果沒有醬汁的厲害 於是當然要拒補 誰知補的茄汁竟然是點薯條的茄汁 死了嗎 最新情況也是熱話之一 不過相關熱話 牽來兩派的辯論 有人認為客人是西客 也有人認為餐廳服務態度不夠好 另外也說說這件事故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將軍澳省口道山泥傾舍 運送危險品的拖頭是線貸 來回全線都要傳封 報導的內文提到 本港今早受到暴雨影響 天文台說將軍澳錄得超過150毫米的雨量 今天5月4日早上7時 將軍澳省口道近明愛王耀南中心 對開的一幅戶土牆 山泥傾舍 面積約5米8米 有泥頭堵塞行人路 還有部分馬路行車線 有一部運載危險物品的拖頭貨車 原省口道上車期間 懷熱天雨露滑線 消防員接報到場 用工具將貨車輪胎固定防線 受事件影響 省口道來回全線封閉 以上來指星島日報的報導 新婦消防員四處出動 據報又是將軍澳區 估計和暴雨有關 倒塌土牆 當中有危險品的貨車經過 結果整輛車懷疑是線胎 令變相消防到場協助解困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柴灣小鮮灣道5米高的樹塌下來 阻礙行人路和部分行車線 要麻煩消防員到場清理 報導的內容提到 今早8點27分 柴灣小鮮灣道有一棵藥木 5米高的樹木倒塌 阻礙行人路 還有部分行車線 消防接報到場清理 事件當中 幸好沒有人受傷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大風大雨 各位網友如果真的要出街 都要留心 可能有塌樹的情況 我是曠仔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